我今天要来介绍我平常吃的东西 因为真的很常听到别人问 你吃素食那你平常都吃什么 或者是素食能吃的东西真的很少 然后最近也有很多人私讯问我说 请问健身要怎么吃才能获取足够的蛋白质 所以今天我决定来公开我平常三餐的饮食 准备好了吗? GO! 好,在桌上我们摆了我平常会吃的食物 全部都在这边了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只是单纯分享我平常的饮食的内容 那如果有更好的方式的话都可以留言告诉我 好,那我们先从早餐开始 早餐我通常都会泡一杯麦片 然后这一只麦片会加到一半 然后加热水进去 然后嚼一嚼 然后等个两三分钟 等到不那么烫的时候再吃 吃燕麦超满足感的 超满足 饱足感 超饱足感 然后还会搭配这种 这个面包 这个面包是我在我家附近找的面包店 纯素无蛋奶的面包 然后这个面包是比较 就是粗糙的面包 这样对身体比较好 诶,我真的太饿了,我要吃一口 然后 然后早餐我还会搭配看那一天我买什么水果 然后苹果香蕉跟奇异果 这有最常吃的水果 因为我觉得吃它们很方便 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奇异果的维他命C含量非常高 早上我还会抓一把坚果来吃 然后这个坚果是无调味的综合坚果 就尽量不要选有调味料的 好吃 然后坚果是非常好的吃房来源 所以我早餐会吃麦片,面包,水果加坚果 然后这种纯素的面包的话 像我会找我家附近的早餐店 然后问他可不可以不要加蛋 不要选白吐司跟精致的那种汉堡品 要选那种类似不古堡的那种 比较粗糙的吐司 早餐我还会喝一杯豆浆来补充我的蛋白质 豆浆我会选无糖豆浆 早餐就结束了 中餐我会... 我都会准备两个便当的去装 然后通常我会找素食店或者是... 大家可以在自己的住家附近找自出餐店 就夹菜就好 如果你吃素的话要注意蛋白质的摄取 可以夹各种豆类 或者是豆制品 像豆腐、豆干、豆皮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吃豆子的原型 像这两个 我夹的除了豆腐以外 其他都是豆子的原型 再来就是要配上饭 那饭的话尽量选粗糙的饭 像是糙米或者是胚芽 是黑米 那像我今天选的是胚芽五谷饭 我今天去夹的是明德素食园的菜 他们的菜超级好吃的 然后平常我其实还会夹其他蔬菜 但是我今天想要特别介绍蛋白质要怎么摄取 如果你有在健身练肌肉的话 你的蛋白质摄取就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要比一般人还要高 那你要注意多摄取各种豆类 然后加上骨类 合成出完整蛋白质 因为豆类缺少甲硫氨酸 骨类缺少鸭酸 合在一起的话就可以变成 长肌肉的蛋白质 有关于蛋白质的更详细介绍 大家可以看这部影片 在里面有更详细的介绍 或者是可以到影片下方 我会贴上台湾素食营养学会的文章 那平常我其实还会夹很多蔬菜跟菇类 就有很多摄取各种营养 吃完中餐之后 我还会吃水果 就跟早上一样 就那一天买的水果是什么 就吃 对 嗯 中餐跟晚餐 其实我吃的东西就差不多 但是就尽量夹不同的菜 我特别注意就是如果你担心蛋白质摄取不够的话 喝豆浆是一个很方便的蛋白质来源 然后我每一天都会喝两大罐的水 那这个水壶一罐有一公升 我一天都喝两罐的水 要摄取足够的水分 好 我今天平日的饮食介绍就到这边 那这就是我平常吃的东西 那我未来的目标是希望可以自己煮饭 我现在已经在尝试用电锅煮米 还有豆子 因为自己煮的话比较可以控制 要吃多少量 跟要吃什么种类的食物 希望今天的介绍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可以帮我按个喜欢 如果觉得我的饮食模式很棒的话 可以帮我按个分享 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 可以看到我最新的影片 各位白粉 各位小维根 我们下部影片再见 拜拜 好饿 好饿 我要吃了 拜拜 拜拜 各位好饿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